黃大仙中心北館,一個男人持餐差指嚇男學生 驚動到警方出動反恐特勤隊,搜捕遲到男人 事發在星期五,下午1點多 消息指那個男人在商場一間餐廳用線的時候 同隔壁桌,一班中三、中四學生發生爭執 期間有人舉起終止問候對方 那個男人一路之下,手持餐差追集一個16歲的男中學生 那個學生跑回學校求救,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消息指那個男人早在上星期二 跟那個中學生在同一個商場另一間餐廳發生爭執 大批警員在商場搜索可疑人物 並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 鎖定一個住在黃大仙夏村龍興樓的男人 其後警員上門調查 到埋慢時分,抓住一個54歲報稱是建築工人的男人 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 消息指他向警方承認 曾經同涉案的男學生發生爭執 之後遲餐差止客 消息指官 供派